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诈骗罪 单位行贿罪 挪用资金罪 三重罪名恢复七年之久 我要用我全部的身份 去害我自己的清白 接受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再审张文忠案 现在开庭 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庭 归来即将播出 他们是共和国的大法官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 大法官开庭 大法官开庭 2018年2月12日 北京已经进入春节前的氛围 一起被法律界 商业界 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 申诉再审案件 即将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 是二级大法官孙华普 而这次开庭 被业界称之为 标杆性法治事件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厅 现在开庭 今日大法官孙华普 山东省辽城市人 法学硕士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 二级大法官 司法理念 要给僵硬的法条 注入正义的灵魂 让正义不再缺席 让错案不再发生 让公正不再迟到 这次再审开庭 不仅有原审被告人 还有原审被告单位 大法官即将审理的是一起 什么样的案件呢 本案的原审被告人之一 叫张文忠 他是国内知名企业 物美集团的创始人 你因何罪 被判处何种刑法 诈骗 单位行贿 挪用资金 判处18年同行 原版刑法 是否已经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 各位好 欢迎收看 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庭 您刚才看到的 是2018年度 让全社会 尤其是企业界 都极为关注的一次开庭 这个案件的当事单位 物美集团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 他的创始人张文忠 曾经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攻读博士和博士后 还担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他创业了 成立了物美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 不可多得的学者型企业家 就这么一位企业家 为什么曾经被认定为诈骗罪 单位行贿罪和挪用资金罪而入狱多年呢 在张文忠申诉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又将如何裁断 这对广大企业家的示范意义不言自明 如何让有横禅者更有横心 今天的大法官开庭 将带您全警示了解张文忠案始末 上世纪90年代初 张文忠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 他接触到硅谷的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 以创业的方式蓬勃发展 其实很多当时出国的人 尤其是说早期接触到硅谷的人 没有回到国内来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回国 当时确实可以留在这个硅谷工作 但是呢作为中国 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国家 百业带兴 只要你努力 你就会真正得到很大的收获 另一方面呢 我也是一个 很有这个民族情感的这样一个人 1992年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 张文忠决定回国创业 次年 他回到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 卡斯特公司 并自主研发出一套 为零售业设计的基于POSE机的管理信息系统 为推广自己研发的POSE机和管理信息系统 1994年 张文忠盘下了一间废弃的印刷厂 将其改造成北京第一家示范超市 物美综合超市 北京脆微顶 此时 距离加勒福 沃尔玛等国际巨头零售商 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两年时间 本事无心插柳的张文忠 却意外收获商机 我哥哥的话在办物美的时候呢 他呢 是有一段话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办一个老百姓喜欢的 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百年老店物美 由于经营理念的创新 开业第一年 超市的销售额就达到了一亿多元 而这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 并鼓励张文忠继续做大做强 物美以一种催城拔债 大力扩张的姿态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到2002年底 物美的年销售额达到45亿元 2003年 物美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 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 内地民营零售企业 上市之后 物美集团通过租赁 合作 托管和合资国有商业企业 等等方式迅速扩张 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 连锁零售企业 当时物美被称为 未来中国的沃尔玛 张文忠个人 也以1.6亿美元的身家 位列2005年 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的 第134位 但就在物美和张文忠 都意气风发大展宏图的时候 意外变故 突然降临 2006年9月11号 正在开会的张文忠 被带走协助调查 能跟我回忆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当时的话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议的话 然后突然有个电话找他 他说的话要叫他去一下 会大概还没有结束 他就离开了 等到我们接到通知的时候的话 就是他已经被这个 这个有关部门的话给叫走了 不会回来了 2006年的9月份吧 我被要求协助调查 那么后来这个调查转向 对物美对我进行调查 那么所以应该说对物美是晴天霹雳 对我个人更是一个沉重打击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张文忠的家人 以及整个物美集团 陷入慌乱和茫然 当时突然间发生那个变故的时候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天塌了嘛 主心股公司的核心 突然被带走了 而且社会上的各个方面的这种 谣言也非常非常的旺 2006年11月2日 张文忠辞去物美集团董事长职位 12月7号 北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察院 已涉嫌诈骗 单位行贿 和挪用资金罪刑事拘留 老宇之灾现失性命 差一点心脏病就 就人就没有了 8岁女儿写信苦寻夫妻 我原来以为你已经死了 或者说你已经出车祸了 用铅笔写的 我应该记得那个字都 很吃嫩的 当时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全国工商联企业界奔走呼吁 最起码就说这个要搞清楚 是吧 而且让我们要心腹口腹 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提 归来继续播出 2007年12月25号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察院 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张文忠犯诈骗罪 单位行费罪 挪用资金罪 这其中最主要最重大的一项 就是诈骗罪 根据当时的调查 有关部门认为 物美集团存在假冒国有企业 骗取国债贴息资金 共计3190万元的行为 而张文忠被指控 通过诈骗手段 骗取国家资金 涉嫌构成诈骗罪 因为当时我一听说 个人诈骗 我当时脑袋嗡一下 个人诈骗10万块钱 就数额巨大 那我这属于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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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 我当时想一下 我说这次可能得 3000多万了 这一下就可能得死刑了 当然了 我是很清醒 我说我绝不承认这种 对我的无选 我会为我的清白奋斗到底 受张文忠家人的委托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左监卫成为了 他的主要辩护律师 那么检方指控的是什么呢 检方他指控第一个 你作为民营企业 没有资格申报 2002年的国财贴息基赶项目 第二他说你是冒充国有企业 在这边申报 那么你这个申报的项目呢 又不真实 是你自己瞎编出来的 然后你后面也没有实施 所以他说整个过程 从一开始 你的资格 当你所使用的手段 当你最后这个项目的 实施的情况 怎么来看你 都是在骗取国家的贴息 所以他认为他是诈骗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单位行贿 第三个是一个关于挪用资金的 一个罪名指控 随着张文忠被捕入狱 物美股票陷入停牌 十个月之久 集团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基本丧失 与花级集团早已敲定的 8600万美元的股份配售协议 和多项并口计划 宣布高吹 物美集团遭受重创 从事业如日中天的 中国零售业领军者 到深陷淋雨的阶下球 张文忠面临着此生 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煎熬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 就是跟死刑办 和各种重罪犯人关在一起 死刑犯就是带脚料的 而且包括等待执行的死刑犯 可能某一天早晨 就喊罪犯某某的名准 出来 他就被押服到刑场去了 所以的确 那是一段非常非常 痛苦和不堪回首的经历了 张文忠说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日子里 他的内心经历了无数次的高大 其实就每一次生死 你都是会觉得生死也是挺容易的 其实人的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 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我觉得有一次是一个假期 大概有将近二十多天 看守所的门没有被打开 窗户也没有被打开 那么这时候你会觉得 你已经完全和世界隔绝了 那么因为你会觉得 你就已经就生活在一个坟墓里面 你就已经在里面 可能别人已经都把你都忘掉了 可能会觉得 人死了可能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很长时间 什么消息也没有 而且连太阳你也见不到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和焦虑 差点让张文忠失去了性命 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 差一点心脏病就 就就就就人就没有了 它是有一天晚上 就是因为那个是比较早期嘛 可以说也是彻夜难眠 也是吃不下睡不着 突然大概在晚上 我也不知道是几点钟 因为它是昼夜都开着灯嘛 然后就突然这个 就是我就就就不行了 然后呢一帮人啊 在抢救 其实我原来根本就没有 这种脑子 律师告诉我们 那时的张文忠 原本有机会早点结束 这种煎熬 控方跟我们其实有过这种沟通 说你们可以考虑任一个罪 然后我们可以对他进行 无限的宽大 到底无限到什么程度 他们虽然没说得清楚 但意思 传织的信息就是可能我们 就给你定一个比较轻的罪 然后另外两个罪就去掉 你可能就随时盼望就可以出来 那么跟他做那次交流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我现在觉得印象还是很深的 就是他并没有什么犹豫 直接就很断然地拒绝了 他说这个不能接受 我现在都比较难理解 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坚强的 这样一个意志和这么果断的 这么决绝的这样一个态度 他认为这个整个三件事情 三个指控都是彻底的这种冤枉的 接受一个罪名他都不能都 违背事实真相 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当时是一秒都没有迟疑 我绝不接受 为什么那么坚定 就是因为我坚定不移地 相信我自己是无罪的 我觉得我接受了这个 那就是我牺牲了我自己的原则 其实我也知道 这个对我来说 可能是一次赶紧出去的机会 那么如果我不接受这个 可能等着我的 不会是一个什么好结果 2008年10月9号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张文忠有机徒刑18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当时拿到那个判决的时候 您什么心情 我当然非常地不满 我在一审开庭的时候 我讲了一段话 我说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 去捍卫我自己的清白 我要为我这个冤案 彻底纠正 奋斗到底 接到一审宣判后 坚持自己无罪的张文忠表示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辩护词达到了8万多字 我还记得很清楚 可能是4号字 我们写了93页 这样的辩护词在可能在这个辩护形式辩护界也是比较罕见的 93页的辩护词 我们通过程通的这样一个渠道申报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个事不属于诈骗 在这个方面做到非常详细的阐述 2009年3月30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局 维持定罪部分 三项罪名合计执行有期徒刑12年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50万元 当初二审判了12年 他确定要去坐那12年的牢 那么就是当时对于张文忠的打击 和对物美的打击是怎样 在物美需要他来驾驭 要由他来操控在一个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机遇期 他待在监狱里面 所有的这机会全部错过 最后物美都从香港退市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对于物美的伤害的表现 张文忠被判入狱 不仅使物美集团遭受重创 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幸 母亲在他入狱后不久就撒手人寰 而他入狱那年女儿刚刚八岁 他那时候才八岁 我再接到他的 看到他给我写的一封信的时候 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 然后呢小孩子嘛 他就在说 说这个我最近 我跟你写了好多信 有的不知道你收到没收到 是不是都找不到了 说我原来以为你已经死了 或者说你已经出车祸了 或者是不是你和我妈已经离婚了 我怎么也见不到你了 说这个后来我才知道 你还活着 这已经让我觉得很高兴了 那个用铅笔写的 我永远记着那个字都很稚嫩的 当时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张文中说 他入狱后再见到女儿 已时隔三年 结果女儿呢 在她成长的最关键的时期 三年 就没有任何的联络 后来女儿第一次见到你 那个是什么样的情景 她后来写了一篇那个短文 就是写了一篇文章 就讲她跟我见面 她说过了一道一道的铁门 说看到一个巨大的高墙 说那个墙壁已经脱落了 说终于我见到了我父亲 说尽管说销售了很多 说我扑到父亲的怀里 但是我还是感到很欣慰 毕竟我的父亲还在 让张文中感到温暖的是 在她入狱后 全国工商界联合会 和企业家朋友 却一直在为她奔走呼吁 一直在呼吁 其实就是历届政协全会的时候 就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 对张文中的案子 大家都会提一些诉求吧 最起码就说这个要搞清楚 是吧 而且让我们要心服口服 而且历时三届全国工商联领导 后两届的主席和书记 我根本都不认识 也没见过面 但他们真是始终如一的 为公平正义 为民营企业家在呼吁 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我觉得我能从18年减到12年 全国工商联功不可没 朋友和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给了狱中的张文中 莫大的鼓励 的确也是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痛苦 多少个不免之夜 在过程中成长吧 人的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 读书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让你真正的理解社会 理解人生 真正的建立一个正确的 对待过去 对待今天 对待未来的这样一个人生观 张文中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 他说在狱中读书 是他能够抗击孤独 磨练意志的生存方式 我是被关在一个农村地区的看守所 养鸡养鸭的书什么 我都很认真地看一看 然后接着我也跟这些看守 也进行沟通 说我要读一些别的书 也是他们经过寝室吧 这个我可以节约一些书 判刑入狱之后 张文中给自己列了一个 长长的书单 亲友们来看望他 都给他送书 在复兴期间 张文中读了几百本书 他还在监狱里搞起了创造发明 他的科研成果 先后获得 审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 一等奖两项 并取得了四项发明专利 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别虚度我的人生 我至少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那么 可能我是选择了 更积极更进取一点 那么从今天来看呢 我想呢 对于我的身心 都是好的 如果你当时呢 就自保持器 怨天忧人 我觉得 可能最后 你会发现 自己失去的更多 服刑期间 张文中表现良好 经过两次减刑 2013年2月6号 张文中提前出狱了 从监狱里边 看着他从远远的过来 是吧 这个眼泪就流下来 那憔悴多了 瘦多了 好像腿交也不是那么 很利索 出狱后 张文中向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两年之后 2015年1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张文中的申诉 2016年10月 他又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申诉 我一定要向最高法院申诉 哪怕有1%的希望 我要按照100%的努力 去争取 那么当然了 这个也是恰逢伟大时代了 16年的时候 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那么正好与中央 加强产权保护 加强企业家权益保护的 这个背景融合了 那么最高法院 也是严格执行法律 严格审查 对于张文中的申诉 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2017年12月27日 张文中终于等到了 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 五人合议庭决定对他的案件进行再审 并由大法官孙华浦担任审判长 好 今天现在我们对张文中这个案子 现在开始进行评议 那么您率领了这样一个五人的大合议庭 您作为一个大法官 对于张文中案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当开庭宣判的时候 看到了张文中留下了两行热泪 我的心情呢 确确实是也非常的沉重 每一个法官 必须对自己审理的案件 绝对负责 终身负责 自己所做出的裁判呢 必须要符合 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充分 私用法律呢 应当是定性准确 良心实大 程序合法 那么既不放过一个坏人 也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的 要确确实实 不汪不准 罚当其罪 我感到这是给我 最深刻的一种体会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作为一个法官来讲 必须要追求 法律的正义价值 我们的法律啊 有三种价值 什么呢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秩序 还有一个就是正义 在这三种价值当中 我感到 正义的价值 是法律最核心的价值 是法律的灵魂 作为法官 通过私用法律 必须要追求 或者实现 法律的正义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 让张文忠看到了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强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应该说 张文忠案是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 大背景下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审的 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 第一案 作为民营企业 乌美集团 有没有资格申报 国债记改项目呢 大法官将如何审理 这桩举国瞩目的申诉案件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大法官开庭 明天见